大災印尼前情看好 印尼总统佐科威去年亲自前往美国德州 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碰面 最近更传出特斯拉新的超级工厂很可能落脚印尼 作为全球最大的涅申产国 印尼所拥有的涅矿厂早已成了全球多国的必争之地 不光是中国就连澳洲也对印尼涅矿虎视眈眈 不止特斯拉 中国车厂比亚迪以及南韩现代汽车 都积极赴印尼抢涅矿 就这电动车成了全球趋势 印尼手握涅矿 打造电动车产业链积极转型 三里新闻李律涵报道